去到Elective科的第一課,就是一些生物技術,Bio Technology裡面應用到的一些技術 什麼叫Bio Technology?就是利用一些生物或者微生物去製造一些產品 這個Bio Technology,這個生物技術,就算以往在以前可能科技沒有那麼進步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在用這些生物技術,譬如去製造一些芝士,可能會選擇某些品種,譬如酵母菌,然後去製造一些芝士 另外在以前的人選擇性地去配種,Selective Breeding,去選擇某些生畜 他們有一些比較好的特徵,理想的特徵,一些desirable characters 他們就利用這些生畜去做一個配種,讓他們生出來的後代都會有一些理想的特徵 那麼現代隨著科技的進步的時候,我們更加清楚特徵是怎樣遺傳,另外一些微生物或者DNA的技術的進步 那麼我們可以去譬如改變那些DNA裡面的譬如那些簡機的製作 或者我們可以應用到這些我們在遺傳方面的知識去幫我們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的產品出來 那麼這個例子就是一個譬如遺傳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 我們甚至可以去複製一些的植物或者一些動物 那麼這裡提的第一個的技術叫做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 Recombinant,Recombine這個字,去重組,這個DNA重組的技術 那麼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技術去幫我們去做到一些我們叫做GMO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一些基因改造的生物 那麼這個我們可以容許科學家去把一些新的特徵引入一些生物的裡面 可能那個基因是由另外一個生物拿出來,然後再加進這個生物那裡 那麼這些我們叫做一些基因改造的生物,GMO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DNA重組的技術是怎樣做 那麼這個牽涉到有幾個步驟的 第一就是首先我們要找到一個我們想有興趣 比如加進另一個生物的一個基因,一個GEN 比如這個例子裡面就是我們的胰狀的細胞 我們找到一個GEN是用來去製造這個胰島素的 然後我們要找到一個再體,我們叫做Vectors OK 例如在一些細菌,它除了Chromosome之外,這些細菌 它亦都會有一些是在Chromosome以外的DNA 我們叫做一些Plasmas,一些質粒 而綠色這個圈其實就是一個質粒 而綠色這個圈其實就是一個質粒 這個質粒裡面會有一個藍色的就是一個有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即是說對抗生素有抗藥性的一個基因在這裡 在這個細菌的質粒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Plasmic,這個質粒 是在細菌裡面的一些環狀的DNA 然後我們會利用一些細菌去將我們剛才 譬如在一個人類的胰狀的細胞裡面 我們可以剪掉那個負責製造胰島素的那段DNA出來 另外亦都用一個相同的細菌,這個叫做Restriction細菌 亦都用來將Plasmic去切斷它,原本是一個環狀的質粒 那這些restriction enzyme,我們有時候會叫做一些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是一個enzyme來的 那剛才紅色這個就是代表在人類的胰狀細胞 負責製造胰島素的那段DNA 我們用的這個restriction enzyme 它是會當它看到或者遇到特定的一些base sequence 的時候,它就會去切開它 那譬如大家現在看到,在上面那條strand 這個g,a,a,t,t,c 當這個enzyme是遇到DNA裡面有這個base sequence 它就會把它切開,將那條DNA 所以這個restriction enzyme就像把剪刀一樣 當DNA裡面找到一個特定的base sequence 它就會去切開它 而它切的時候,它不是齊口地切下去的 你看到了,因為齊口,譬如舉例,如果我們這個g和c齊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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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像現在看到圖的情況 接著我們用相同的restriction enzyme去切開plasmid 當然plasmid那裡也會有剛才大家看到的base sequence 我們把質粒切開了 因為我們用相同的restriction enzyme去切胰臟細胞的DNA和細菌的質粒上的DNA 所以這兩邊藍色圈的地方其實是互補的complementary 橙色圈的地方亦是互補的 所以我們會利用一些enzyme 去將這個紅色這段DNA貼到質粒 這個enzyme我們叫做DNA ligase 這個經過重組的DNA的質粒 我們叫做recomplement plasmid 我們就會將紅色負責制度亦倒數的DNA 插進細菌的質粒 接著我們會將這個質粒引入去細菌的sele裡 例如我們有時會應用到ecoli 一些大腸幹菌作為一個whole cell 當我們將這個經過基因重組的質粒 放進一個大腸幹菌的細胞裡 我們看看會有什麼發生 現在看到這個經過基因或者DNA重組的質粒 我們將它引入去細菌的裏面 這個細菌我們叫做transformed bacterium 但是未必所有這些細菌都可以拿回這個質粒進去細菌裏面 所以你看到右手邊這個就是bacterium without recombinant plasmid 是經過DNA重組的質粒進不去 我們怎樣可以分辨這兩種不同的細菌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想要這些經過轉化的細菌 我們用它來幫它做一些胰島素 我們怎樣可以選擇到呢?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看回了 因為剛才開始就說過 那個質粒上面我們是在之前的時候 是引入了一個叫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即是藍色這一段 這個基因是會令到那個細菌 對於抗生素會有抗弱性的 由於這個經過轉化的細菌 它的質粒上面是會有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所以我們將這些細菌去培植的時候 在那個培養領裡面我們加了一些抗生素 antibiotic 那些經過轉化的細菌 因為它有一個抗生素抗弱性的基因 所以那些抗生素就不能殺死它們了 但是那些沒有經過轉化的細菌 即是沒有拿到那個質粒進去的那些 就會被抗生素殺死了 那我們就可以培養到一些經過轉化的細菌 它裡面就會帶著一個負責製造胰島素的DNA 在那個質粒那裡 然後我們慢慢去培養它 利用一些發酵器 我們就可以利用細菌 當它不斷分裂的時候 它也會把這些質粒去copy 那它們大家都會帶著去負責製造胰島素的那段DNA 那這個我們叫做一個基因的黑狼 黑狼的意思其實只是去複製 那這些細菌不斷繁殖去分裂 進行細菌分裂的時候 它就會不斷去複製這些質粒出來 那裡面也會帶著這個紅色這一段 負責製造胰島素的DNA 那這些DNA也會做那個 Transcription 那就會製造到一些胰島素出來 那我們去再抽取這些胰島素的時候 就可以拿了它來給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去用回 那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 recombinant DNA的一個技術 用來幫我們製造一些胰島素 那有什麼好處就是 因為負責製造胰島素的那個Gene 其實是在人類的胰狀細胞那裡去抽取出來的 那所以製造出來的胰島素 其實跟人體身體自己製造的胰島素 裡面那些胰島素的 sequence 是會有一點點分別的 那如果你譬如把其他動物的胰島素打入人體的話 那可能會出現一些排斥 那我們的免疫系統會出現一些排斥的反應 另外那些胰島素也是比較純正的 Pure 因為沒有其他的雜質在裡面 產量也可以提升 因為細菌的繁殖速度很快 那它們不斷分裂 一直不斷增長的時候 它不斷會製造這些胰島素出來 另外抽取的成本也都比較低 好 接著1.3就是講到一些 剛才講到這個經過 基因改造的一些生物 GMO 它們的genotype 是透過一些 的遺傳工程的技術 是改變了的 那剛才 那個細菌 用一個 Vecombinant DNA 的技術 我就加了一個 製造胰島素的基因 到細菌的質粒那裡 那另外一些例子就是 比如一些粟米 基因改造的粟米 是令到它會變得 是不會受到一些 害蟲 的傷害的 一些pest resistant 的gm mase plants 另外有一些 一些熱帶魚 我們加了一些的 螢光 負責製造一些螢光 色素的 的gen 下去 令到它會 變成螢光 顏色 首先第一就是一些 基因改造的粟米 科學家發現 有些細菌 它會製造一些毒素 的 當然是因為它會帶著一個 製造這些毒素的gen 而這些毒素 是可以殺死 那些害蟲 例如 如果那些蟲 吃了的時候 那些毒素就會 死 那些科學家就應用 這樣東西 去把這個 製造毒素的基因 加了到那些粟米 那裡 那當這些粟米生長的時候 它的銷子也會製造這些毒素出來 而當這些蟲 吃了這些粟米的葉 或者其他部分的時候 就會毒死了 當然那些粟米 那裡 這些毒素的濃度 不會很高 所以人體吃了 也沒有什麼大影響 那技術就是一樣 我們首先 由細菌那裡 去拿了這個 製造毒素的基因 一樣用這個 限定性去剪掉它出來 兩邊都看到了 有些粘端 因為它切的時候 不是齊口的切 另外 我們由一些叫做 龍幹菌 Argobacterium裡面 去拿了這個質粒 一個plasmid 那又用一個相同的 限定性去剪掉 把這個圓圓 綠色的圓圓 切開它 接著用一些DNA 像膠水一樣 把剛才那個負責製造毒素的基因 貼到質粒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經過基因重組 DNA重組 這個Vecombinant Plasmid 我們叫做一個 我們把這個Vecombinant Plasmid 引入到那個 Argobacterium裡面 這個經過轉化的 Argobacterium 它帶著這個 負責製造毒素的一個 Gene在那裡 在質粒那裡 然後我們把這個細菌 去感染那些 粟米的細胞 它就會把這個 紅色這個Gene 就會 Integrate 進去 那些粟米的 chromosus那裡 然後 我們利用這些 經過基因改造的 這些粟米的細胞 去培育一棵粟米 出來 這些細胞 因為會帶著 製造毒素的基因 所以 它們的 Cell 都會製造這些 毒素 那 當 譬如 無蟲 食 這些粟米的 葉 或者其他部分的時候 就會被毒死了 我們形容這些 是一些 past resistant 的粟米 那 這個 基因改造生物 的 技術 有什麼 好處 或者一些 潛在的 一些危險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回 剛才第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利用細菌 去幫我們去做一些 的 胰島素 我們可以用很短時間 和成本比較低 就可以製造一些人類的 胰島素出來 給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去用 另外 可以增加糧食的供應 因為 比如 一些基因改造的三文魚 我們加了一些 負責製造生長激素的基因 所以 那些三文魚 的細胞裡面 就會令到 那些三文魚 會生得很快 因為 它會 分泌比較多的 一些生長激素 所以 同年齡的三文魚 你會看到 經過基因改造的三文魚 是大很多的 這兩條 前面 深色一點點 那條 就是 沒有經過基因改造的三文魚 後面那條 就是 經過基因改造的三文魚 所以 你會看到 生長速度會快很多 另外 我們都可以 提高一些 糧食的營養價值 例如 一些普通的 稻米 non-gm rice 右邊 左邊 左邊 就是一些 golden rice 你看到 橙黃色的 因為 科學家 將一個 負責製造 胡蘿蔔素 beta carotene 的一個基因 加進 稻米的細胞 那裡 稻米 種出來的時候 它裡面 自己就會 製造一些 胡蘿蔔素 這種營養 本身 在稻米裡面 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透過 一個基因改造的技術 的時候 就把這個 製造胡蘿蔔素 基因 加進 稻米 那裡 那裡 給一些 譬如 某些 國家 或者地方 如果 它的 營養 不是那麼足夠的時候 譬如 它只吃飯的話 就已經可以 吸收到這些 胡蘿蔔素 去幫它製造 維他命A 另外 剛才 一個基因 改造的 粟米的例子 我們加了一些 製造 毒素 的基因 下去的粟米 令它不怕 害蟲 就可以減少 農夫 去用殺蟲藥 也減少了污染 這個問題 另外 還有一些潛在的 一些危險 其實 因為這些技術 還是比較新 這些基因改造的技術 我們不知道 長遠的影響 會是怎樣的 譬如那些粟米 有些毒素 雖然剛才都說過 毒素的濃度 不是很高 但是 當人長期 去吃這些粟米的時候 會不會長遠 對人的健康 會有影響 也不知 另外 我們將 另外一個生物的基因 加進去 那些 譬如 三文魚 或者 那些粟米 裡面的時候 也可能會導致 一些 過問的反應 有可能會 另外 剛才 那個 recommonate DNA 那個技術 裡面提過 我們會應用到 一些 antibiotic resistance resistance genes 加進去 的 裡面 那如果這些 對抗生素 有抗藥性的基因 是意外地 由實驗室 流失了 出去 自然環境裡面的時候 可能會令到 這些 自然環境裡面的 細菌 或者病毒 是 會 拿到這個 對抗生素 有抗藥性的基因 可能會形成一些 叫做 Superbugs 一些 超級的細菌 例如 如果是 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就會很危險 因為 那些細菌 如果再感染人體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很嚴重的 傷亡 因為我們的抗生素 就不能夠再殺死他們了 因為它已經帶著這個 對抗生素 有抗藥性的基因 另外也可能會導致一個基因的污染 我們那些基因改造的 比如剛才說的 那些三文魚 如果被它流出了去到自然環境裡面的時候 它可能會和其他非基因改造的三文魚 會去繁殖 也都會把這些基因帶到自然環境裡面 我們不知道將來會出來的後果會是怎樣 另外這些基因改造的生物 可能也都會破壞生態的平衡 因為剛才說了 比如那些基因改造的三文魚 牠們的生長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 對比起那些wild types 就是野外的三文魚 沒有經過基因改造 牠們的生長速度是慢一點 那些基因改造的三文魚 然後就會out compete 因為牠們的競爭能力是強很多的 那可能會令到野生的三文魚 是不夠牠們競爭 可能就會死掉了 那這會影響了生態的平衡 好,接著 第1點4那裡就說到一個plant and animal cloning 這個複製植物或者複製動物 cloning 黑狼 其實就是去製造一個genetically 在遺傳上面一模一樣的copy出來 那譬如那些identical twins 其實就是牠們的genetic make-up 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 一些植物也可以透過一些的 比如摺織方法去繁殖 這些都是一些cloning去複製 我們首先看一下植物是怎樣複製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tissue culture 那些組織的培養去複製一些植物出來 首先我們從我們想複製的那棵植物裡面 拿了一些tissue 然後把它消毒 然後放一些培養品 裡面會有一些營養在這裡 當然也是在一個無菌的狀態 當然也是在一個無菌的狀態 那裡面我們放了有足夠的不同的營養 去讓那些tissue去生長 那這些植物的tissue就會進行 這個mitotic cell division 那就form了一些undifferentiated cells 沒有經過染化的細胞 那這一堆未經過染化的細胞 我們叫它做一些calus andifferentiated cells 然後我們再透過一些適當的環境 例如有些不同的hormon去刺激它的生長 這些未分化細胞就會去differentiated 就會演變成植物的根或者苗的部分 形成一些幼苗 然後我們再將這些幼苗 放回泥土裡面再種回 那我們就得到一些複製的植物 那有些什麼應用 例如一些棕櫚油的樹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植物的複製去繁殖 大量這些植物 另外因為我們在做這個植物複製 plant croning的時候 是一個無品的環境 所以也可以去種到一些desease free plants 是沒有受到細菌或者真菌感染的植物 另外也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去將一些可能受到細菌感染的植物 去拯救 譬如我們拿了一些普通的tissue cell 然後就利用剛才的方法去培育一棵完整的植物出來 那它是基本上是無菌的 沒有受到這些細菌或者真菌的感染的 另外也可以去挽救一些貧林絕種的植物 或者一些很難是生長 它生長是可能比較慢或者繁殖 是比較困難的一些植物 例如一些蘭花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plant croning 去製造這些複製的植物出來 第五就是一些特別品種的植物 它有一些很理想的特徵 desirable character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植物的複製 去製造一些genetically identical 即是在圍存上面是一模一樣的植物 去做一些研究 提供的植物 只是在圖上 吃不吃辣的 精硬是一模一樣的 使用到不吃辣的 照片